你要去唱歌嗎 對 小孩子生病啊 他往前走 唱歌 那你幹嘛後面走啊 一聽到孩子生病 遠景立刻鳴笛協助開道 火速趕到醫院急診室 因為他說疑似穿騎似症 所以跟他說我直接過來精神 他有草莓捨嗎 沒有耶 一歲多的小男嬰高燒不斷 身體不舒服 不停發出嘻嘻啊啊的聲音 一半二就開始掃了 東港開過來 我們以為是 就這樣開過來 對 玫瑰捨 我知道 那你今天 你坐在哪裡 媽媽坐發掃 然後你又 我不知道 我不會聊啊 東港還從前面 你走爸爸來的 對 我走啊 很久耶 這段路開了近五十分鐘 哈貝明路還好有遠景幫忙 最後十分鐘的路程 還縮短剩下五分鐘 父母其實在當下真的慌了 忘記打119直接開車 就是因為孩子已經面色發白 情況緊急 父母特地從屏東開車來 原來證明一歲男嬰罕的 是川崎市症 也是兒科的棘手症狀 才會因此從東港地區 特地開車到高雄長庚 因為我們高雄長庚在川崎市症 已經做了二十幾年的研究 五個症狀 然後五歲以下 然後糖同長會發發五天 川崎市症有五大症狀 除了連續高燒 還有草莓蛇 結膜鹽 淋巴結腫大 和四肢紅疹等 其實跟感冒症狀類似 很容易搞混 也還好當時屏東的醫院 有先評估 後續讓其他醫院接手 能精準治療 讓孩子順利恢復 TVBS新聞區 今天我是上下圈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